第一,病焦占有欲很强是没有错 但不代表他很爱你 其实病焦追求的是属于他的东西 换句话说 你只是他极度看中了一个物品 而你本身是没有任何人权可言的 第二 昨天靠近你的那个女人已经被我处理掉了 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了哟 嗨,大家好,我是阿威 如果你曾经接触过日本动画、漫画、游戏 应该多少会听过病焦这个词吧 那什么是病焦呢 所谓病焦概括的是指 一个人在病态和偏激的爱情观下 进而出现极端的思想与行为的人格 也就是病态的人格啦 有点类似恐怖情人 当然恐怖情人和病焦又有一些差别 恐怖情人以后有机会再讲讲吧 而病焦大多人会认为出现在女性身上 但其实男性病焦也是有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病焦 到底什么是病焦 病焦的起源 真实案例 成因 还有为什么一堆人会爱上病焦这类人格等等 所有关于病焦的事情都一一讲给大家了解 好,喜欢这类动画心理学知识分享 订阅、按赞、分享 好了的话,我们开始吧 病焦这一词是源自于日文Yandere的翻译 而Yandere是由Yandere病态和Dere教修这两个词的结合 焦在日文中是指因为喜欢某种事物而不好意思出现的脸红 而这里的病不是指体落多病的那个病 而是不健全的心理状态的意思 因此病焦整体来说就是在喜欢上某个人或事物的同时 由于不寻常的心理状态而表现出过去的施爱行为和思想 所以也有人把Yandere旨意养得累 而他们过去的行为和思想比如有 亲爱的 我要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的每一分一秒都被我注视着 你什么事我都知道 对了 昨天靠近你的那个女人已经被我处理掉了 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了哟 打断你的腿你就不能逃走了 不过除了真的遭到背叛 病焦通常都不会真的把爱人杀掉了 但因为占有欲太强 去伤害对象身边的人就很常见了 我相信大多人听过病焦都是从日本ACG来的吧 那它的起源当然也不意外是来自日本 虽说病焦这类人格属性在很早以前可能就有 但病焦一直开始广为人知 是由2005年所贩售的一支日本成人游戏 School Days和同一年上映的动画Shuffle所推动 病焦角色分别是桂岩夜和芙蓉峰 之后再被一部叫未来日记的女主角推到巅峰 她就是大家都不陌生的我欺有奶 拥有非常强烈的占有欲 并做出各种过激的行为 为爱杀人禁锢爱人等等事情 病焦被广大群众知晓后 安曼也有不少ACG推出病焦的角色 随之也有许多人爱上了病焦这一类人格 甚至还有人希望与现实中的病焦交往 蛤?这么可怕的人格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啊? 好,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吧 由于病焦是源自于动漫 因此并没有列入现实中的心理疾病理论里 所以以下分析都是以ACG角色为基准 有些人会爱上病焦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有三点 也就是过分理想化 误解和缺乏安全感 首先是过分理想化 大多爱上病焦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接触动漫小说的关系吧 毕竟懂病焦这个词的人 多少都和动漫扯上关系 和动漫角色里的病焦 往往都是既强大又有能力 可以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 不顾一切的为他做什么 同时重要的一点还是 他们都是正妹和帅哥 但如果与现实对比 你也许就变得不会喜欢他了 首先病焦的属性严格来说 并没有包括颜值 也就是说 现实中的病焦很可能只是个路人脸 甚至是个丑男或丑女 并且也不一定具备着什么厉害的技能 所以如果遇到一个不真的病焦 你还会喜欢他吗 是不是很可能早就把他当成精神病了 就像很多人会憧憬某个动漫角色一样 一旦真人版化 立刻就被一大堆人炮轰 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二次元搬到三次元就变味了 这其实是人们对虚拟角色存有的一种幻想空间所导致的 很多人都无法通过颜值和幻想这关 好 就算你说我是因为喜欢病焦的人格 并不是喜欢颜值什么的 那我们接着看下去 第二点 爱上病焦的人往往又有三个误解 第一 误以为病焦占有欲很强是很爱自己的表现 第二 误以为病焦偏激的施爱方式只会对他人并不会对自己真的玩命 第三 误以为病焦这么黑暗强大的属性却被自己深深的吸引 那自己在这段关系中一定占很重要的位置 但以上都只是美丽幻想的误会 第一 病焦占有欲很强是没有错 但不代表他很爱你 其实病焦追求的是属于他的东西 换句话说 你只是他极度看中的一个物品 而你本身是没有任何人权可言的 第二 别以为他爱你而不会夺走你的性命 也许你认为伤害你一点没关系 因为他是爱你并且是你强大的依靠 这看似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被加害者爱上加害者的现象 但在病焦世界里完全不同 就像第一点说的 你只是他极度看中的一个物品 而物品是生事死都没关系 只要在他身边就好 所以不是敢不敢下手的问题 而是什么时间的问题 第三 病焦的一举一动都是因为你 所以人们往往误以为 我是控制他的一方 主导的一方 因为这样就满足了人们的虚荣心和控制欲 这么厉害每一个人臣服于自己 谁不高兴 不喜欢呢 但这误会可大了 病焦在还没遇上你之前 在心中其实已经有个理想的原型了 只是这个理想的原型还是模糊的轮廓 而当病焦与主角互动后 病焦惊喜地发现 主角刚好和心里的原型匹配 虽然就疯狂地爱上主角了 但这样看来 病焦追求的是原型 而不是主角本身 所以主角只要一旦做出和病焦 心里原型不符的行为 就会马上决绝以保持原型的崩坏 所以说你以为你是主导的一方 但很显然他才是掌控一切的一方呢 第三点 缺乏安全感 有些人会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关爱 或是曾经被爱人劈腿背叛 进而出现了安全感缺乏 而在病焦的世界里 你就是他的唯一 这种绝对忠诚不背叛的安全感 同时又被人疯狂爱着的需求感 正好填补了心里缺缺的那块 但这哪是安全感啊 如果在病焦扭曲的心理下 为了不失去你而把你禁锢 截肢等等可怕的事情 你将会每分每秒都在压抑着可怕的未知威胁 别说增加安全感了 恐惧感增加一堆才是吧 而且你还要注意不犯下 与他理想原型不符的行为 这种压抑的束缚感根本不能带来安全感 另外还有人延伸 病焦人格很可怜 既然他爱上我 那只有我能拯救他 还有人认为可以感化病焦 让他不要伤害我 只要我感化他 变得只对我好的病焦 那不是太好了吗 想得太美了吧 如果现实中真的有病焦人格 而根据现在心理学的研究 人格并不是一瞬间形成的 而且治疗一个人格 并不是简简单单说几句感性的话就可以了 连心理医生都要花很长时间 各种治疗才勉强让一些心理疾病的人 理解和慢慢恢复 所以如果病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这将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喜欢的人还是看清了解这一点吧 那现实中真的有病焦吗 还真有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样的吧 美国有一名男子叫特拉维斯·亚历山大 在2006年的9月 特拉维斯在一次公司大会上认识了一名叫朱利·艾瑞斯的女子 两人一拍即合 很快就陷入了热恋 但特拉维斯和朱利并不住在同一个地区 一个住在亚历山那州 一个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两人展开了异地链 而有空时会互相轮流到对方那里见面 慢慢相处一段时间后 特拉维斯的身边的朋友开始发现 朱利会做出一些奇怪的行为 有一天晚上 当他们在一起闲聊时 朱利突然爬上特拉维斯的身上 就像父母不在的小孩一样 跨坐在他的腿上蠢吸他的脖子 而特拉维斯只是不断地推开他 朋友觉得他很奇怪 也感到有些诡异 交往时间越长 朱利对特拉维斯的占有欲也越来越强 他讨厌特拉维斯跟其他女性说话 他要让所有人清楚知道他们是情侣关系 甚至常常连在特拉维斯身边 就连特拉维斯上厕所 都会跟到厕所外偷听特拉维斯和谁对话 特拉维斯的社交媒体账号 电子邮件都被朱利偷偷监视 甚至会把他与其他女性的电子邮件转发给自己 有一车在朋友家谈话中 朋友提醒特拉维斯小心点 特拉维斯 我很怕哪天会在朱利冰箱里找到你被切碎的尸体 因为朱利的占有欲太超过了 但特拉维斯不以为意 却在这时突然朋友感到一阵寒意 指向了大门 他就在门外 特拉维斯并不相信 但当他把门一打开 发现朱利正站在门外 用非常愤怒的眼神望着他们 貌似想把整个房子烧了一样 五个月后 特拉维斯终于受不了朱利 便提出了分手 尽管朱利不愿意 但因为分隔两地 两人的恋情也难以挽回 没想到的是 分手的几个星期后 朱利突然出现在特拉维斯家里 原来他为了特拉维斯搬到了亚利桑那州 他知道车窟的密码并会从那里进来 甚至诡异的是 特拉维斯发现 朱利还会通过门上给狗进出的小洞 钻入特拉维斯的家里 特拉维斯再次感到害怕与恐惧 因为他最近也交到了个新女友 他认为朱利是反社会人格 尽管朱利没有对新女友下毒手 但经常会跟踪 打破他家玻璃等方式 恐吓和威胁他 就这样 朱利和特拉维斯纠缠了八个月后 最后还是搬离了亚利桑那州 特拉维斯也终于松了口气 但就在六月 也就是朱利离开了两个月后 朋友们突然联系不上特拉维斯 连重要的会议他也没来出席 几天后朋友们到了他家 打开门一看地毯上有一滩血迹 朋友沿着血迹走到浴室 最后发现躺在血泊中的特拉维斯遗体 经过警方调查 特拉维斯至少被吃了27刀 并头部中弹 警方也在奇迹里找到一个相机 复原记忆卡后 发现里面正是事发当天 朱利和特拉维斯的亲密照 而其中一张是特拉维斯洗澡的照片 照片里的特拉维斯眼神里 只有绝望和恐惧 猜测所有照片都是在朱利的威胁下拍的 最终朱利被定罪 判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其实并交真的要反映到现实生活中来 因为现实并没有像动漫这么浪漫的角色 因此往往类似并交的这类人 都会以较相似的边缘型人格障碍来诊断 因此并交人格是怎么形成的 可以参考以前讲过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吧 所以说并交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 事实上大家喜欢的 也只是单纯不要背叛的爱和满满的关怀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阻止谁喜欢并交 动漫角色嘛 喜欢哪个角色是大家的自由 我这里只是给大家知道 如果并交在现实生活中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并且提供大家更多的思考角度 等等 先别急着关掉 这里还有三个上期有趣的留言可以看哦 有可能你就被选中 当然旁边也有两个你也可能会喜欢的影片 不妨可以点进去看看 觉得这期影片不错的话 离开前集的先点个赞 也可以分享这些有趣的知识给家人朋友 按下订阅小铃铛 下集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咯 我是阿伟 感谢观看 下集见